这是推理女王阿加莎·克里斯蒂个人最钟爱的作品之一 其中的凶手为了完成预定的谋杀 设计了一个巨大的迷阵 虽然将整座小镇上的所有人都玩于鼓掌之中 而其谋杀的对象和杀人动机都让人不寒而栗 本期节目 天成继续给大家更新一期阿加莎·克里斯蒂悬疑推理集 今天带来的故事叫《魔手》 要被翻译成平静小镇的罪恶 故事发生在一战后的英国 主人公波哥是一名退役的英国军官 由于亲身经历了残酷的战争 波哥在退役后不久就患上了严重的创伤后应激让爱 每天依靠着酒精自我麻痹 甚至经常因醉酒热出祸端 在心理医生的建议下 波哥由亲姐姐波姐陪同着 来到一座风景宜人的偏远小镇疗养 以求重拾对生活的热情 姐弟俩租住在小镇上的一名 名叫巴顿奶奶的单身老小姐家里 小镇的生活依然自得 波哥很快在这里认识了一些住在附近的新朋友 其中包括气质阴柔的独居绅士兔先生 热情好客的老牧师夫妇 中年男医生老唐及媳媳唐妹 以及镇上的职业律师律叔一家 律叔的家庭比较复杂 他的现任妻子律婶是二婚嫁入门下 身边还带着一个跟前夫生的女儿丽丽 结婚之后 律婶又陆续跟律叔生了两个儿子 丽丽如今是二十多岁 但他的两个同母异父的弟弟才十岁出头 律叔似乎不太喜欢养女莉莉 律婶英厌恶前夫 常年也对这个女儿冷眼相对 好在莉莉性格乐观开朗 对所有人都笑脸相迎 在他的身上 波哥感受到了一种积极向上的阳光气息 两人因此经常在一起聊天 几乎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 不过 波哥只是将莉莉当成妹妹一样看待 他心目中理想的恋爱对象 其实是律叔的家庭教师蓝小姐 蓝小姐平时负责教授莉莉的两个弟弟 不仅人长得漂亮 而且性格温柔显淑 波哥不免对其一见钟情 除了小镇上的居民外 波哥还结识了远道而来的乡村女侦探 马普尔小姐 马普尔此行的目的 原本是要参加老友龙上校的葬礼 龙上校是镇上德高望重的老者 不久前 他突然收到一封神秘人寄来的匿名信 寄信人在信中指责龙上校是一名好色之徒 毁了自己亡气的一生 奇怪的是 信上的内容都是寄信人 用某本书上裁剪下来的单词拼凑而成 估计是寄信人不想让人知道自己是谁 这本来像是一个恶作剧 可龙上校在收到信后 居然引单自尽 因而镇上的居民猜测 信的内容可能属实 龙上校才羞愧自尽 但马普尔却觉得 龙上校的人品端正 绝无可能是好色之徒 实际上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 小镇上的很多居民 都收到过类似的匿名信 信的内容大同小异 男性会被指责是沾花惹草的色狼 女性则被诋毁成水性洋花的婊子 就连刚来小镇上不久的 波哥和波姐姐弟俩 也收到过此类信件 寄信人不仅造谣 波姐不是波哥的亲姐姐 还重伤波姐 是一位人尽可福的放浪女子 姐弟俩对此复之一笑 镇上其他收到信的居民 差不多都是这种态度 唯独龙上校在收到信后 开枪自杀 这让马普尔小姐总觉得是有蹊跷 所以在参加完葬礼后 她决定暂时留在小镇上 查清老友的死亡真相 这天晚上 兔先生 老牧师夫妇 唐医生兄妹 马普尔小姐 以及波哥波姐 及其房东巴顿奶奶 一起受到邀请 来到律书家里共进晚餐 晚宴上 律审一时嘴欠 跟大家聊起了匿名性一事 并发表了一番高论 在她看来 这些匿名性的内容 并非子虚乌有 毕竟 绝大多数人 都有着不为人道的秘密 原来 律审本人至今 没有收到过这类信件 因而 智商欠缺的她 自觉优越感爆棚 竟当众出言 也与大家 莉莉赶忙提醒母亲 不要信口开河 结果直接被律审赶回了房间 马普尔现状 忍不住回怼了律审一句 传播谣言和制造谣言的人 都一样有罪 律审听完此言 这才闭上了嘴巴 本来一顿好好的聚餐 因为她的嘴欠 闹得大伙不欢而散 谁知第二天下午 律审就被人发现 死在了自家床上 死因是情化物中毒 律审死时 手里握着一张破损的纸张 上面写着一句话 我无法继续下去了 像是一封简单的遗书 此外 警方在律审床头的水杯里 检测到了情化物成分 并在房间的壁炉里 找到了一封被揉皱的匿名信 寄信仁在信中指责律审 平时行为不检点 还声称 他的两个儿子都非律书的骨肉 律书对此倒是不以为然 他觉得自己妻子 虽然又蠢又没什么文化 但人品绝对没问题 信上的内容 明显是寄信仁的恶意诽谤 不过 遗书上的字迹 确实出于律审的手笔 并且案发现场 并无外人闯入的痕迹 再加上医生证 律审生性敏感而高傲 特别容易出现精神紧张的状况 最近还在服用缓解焦虑的镇警药物 所以负责办理案件的本地警长 初步认定律审是不堪忍受谣言 在冲动之下服药自杀 但既然律审和龙上校的死 都跟匿名信有关 警长在得知马普尔的名侦探身份后 便邀请他协助警方一起 找出给小镇居民寄匿名信的人 以防再出事端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 马普尔和警长从匿名信中 发现了三条线索 第一 美封信上的文字都是从同一本旧书上 裁剪下来后 粘贴拼凑而成 但寄信人非常小心 没有留下任何指纹 第二 美封信信封上的收件人信息 都是用同一款老式打字机完成 这款打字机以前是律书 捐赠给当地的妇女协会 如今就放在妇女协会的办公地点 镇上几乎所有的成年女性 都会使用这台打字机 因而无法通过这台打字机 来缩小嫌疑人的范围 只能合理怀疑寄信人可能是一名女子 第三 除律审收到的匿名信之外 其他人收到的匿名信的信封上 都盖有油戳 这就意味着 律审收到的信件并不是游地员投地 而是由寄信人本人 直接投送到律书家门前的邮箱 就在马普尔和警长的调查 取得进展的同时 波哥和波姐将刚刚桑姆的莉莉 接到家中赞助 原来 律审死后 莉莉在继父家里的处境 就显得尤为尴尬 波哥和波姐为了安抚她 这才将其接来住处 好在房东巴顿奶奶 在波氏姐弟搬来之后 就住到了附近的亲戚家 所以家里还有闲置的客房 在波哥波姐的开导下 沉浸在丧母之痛中的莉莉 渐渐走出了悲痛 这天 唐医生的妹妹唐妹 突然造访波哥住处 并让莉莉赶紧回家 据唐妹所言 自从莉莉搬来跟波氏姐弟同住后 绿书的家里 除了一名女仆和两个孩子外 就只剩下丧偶的绿书 和年轻漂亮的家庭教师蓝小姐 如今 镇上的人都在疯传 蓝小姐将成为下一任绿太太 如果莉莉不赶紧回家当灯泡 她的继父恐怕很快 就会给她和两个弟弟娶个后妈 莉莉听了这话 赶忙搬回了家里 没想到 她回家的第二天 绿书家又发生了一起命案 此次的死者 是家中的女仆 女仆是在遭人砸晕后 被一把钢叉刺穿了脑袋 很明显 这是一起恶性的凶杀案 并且凶手有着强劲的臂力 很可能是一名男性 可根据警长和马伯尔此前的判断 游记匿名性的人应该是一名女子 难道凶手跟寄信人不是同一个人吗 警方随后调查发现 女仆遇害和绿审自杀之间 存在着微妙的联系 绿审自杀的当天上午 女仆原本放假休息 但在外出跟男友约会时 两人之间因一点琐事发生了争执 女仆与世耍了小杏子 当即结束约会 提前回到了绿书家里 警长据此推测 杀害女仆的凶手 或许跟寄信人是同一个人 我们前面说过 律审收到的那名信 并不是由地员投递 而是由寄信人本人投送 女仆在跟男友争吵回来后 应该一直站在绿书家的窗边等候 期望着男友能够追过来道歉 在此期间 她很可能目击了寄信人 往绿书家门前的邮箱投递信件 并因此遭到了对方的灭口 不过对于警长的这番推测 马普尔提出了三个疑问 第一 如果女仆看到了寄信人 为什么没有第一时间告诉警方呢 第二 既然寄信人是杀人灭口 为何还要等到几天后才动手 难道对方不担心女仆直接报警吗 第三 杀死女仆的凶手 似乎是一名臂力强劲的男性 而会使用妇女协会打字机的人 基本都是女性 也就说用这台打字机 打信封的寄信人 可能是一名女子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对于马普尔的前两个疑问 警长认为 女仆在目击寄信人后 或许想借此勒索寄信人 所以迟迟没有报警 结果因此丢了小命 至于第三个疑问 警长一时之间也想不出更好的解释 由于案情调查陷入僵局 警长决定用一个笨办法锁定凶手 目前来看 整座小镇上 还有两个人没收到过匿名信 一位是波哥波姐的房东 巴顿奶奶 另一位是律书的家庭教师 蓝小姐 所以警长决定派人 在妇女协会守株待兔 看看寄信人 还会不会继续使用打字机 给这两个人有记匿名信 然而办案警员 一连蹲守了好几天 也没等来寄信人的身影 与此同时 波哥意外发现了一条重要线索 他在房东 巴顿奶奶的书架上 找到了一本旧书 里面的很多书页 都已被人撕去 波哥立即将此线索 同步给了警方和马普尔小姐 警方很快认定 每封匿名信的内容 就是从这本书的书页中 裁剪拼凑而成 作为书的主人 巴顿奶奶随即被警方 带回警局盘问 但老太太坚称 自己从没有写过匿名信 更没有杀过人 而她平时就将这本书 随意放在书架上 小镇上的居民 又都有串门的习惯 谁都有可能撕走书的内页 警长和马普尔都认为 巴顿奶奶的话应该属实 至少对方没有能力 用钢叉刺穿头部 这种凶残的方式杀人 所以警方最终将其 暂时放回了家中 尽管如此 关于巴顿奶奶 是杀人凶手的留言 还是在小镇上 传得沸沸扬扬 波哥对此深感内疚 如果不是他 向警方提供救赎的线索 巴顿奶奶也没有必要 单此骂名 从警局回到家后 波哥发现姐姐不在家里 波姐还给她留了一张便条 声称 如果有人打电话来约她 帮忙告诉对方 自己周二不能去 只有周三和周四可以过去 波哥原本回家 想找姐姐吐吐槽 没想到姐姐外出办事 她也只得郁闷地喝了几口酒 然后窝在沙发里睡了过去 等再次醒来时 波哥见到 马普尔小姐 正坐在身旁织毛衣 原来 马普尔刚才在路过这里时 见到波哥住处没有锁门 波哥又独自一人 在沙发上睡得迷迷糊糊 马普尔担心波哥最近对案件太过伤心 恐怕会引来杀身之祸 这才守在波哥身边 等他醒来 两人随后又聊起了镇上居民 收到匿名姓意识 波哥还随口向马普尔提供了一条线索 他和波姐的姓氏都是波顿 但记性人起初将两人姓氏字母中的U 错打成了A 后来才反应过来 又在字母A上敲了一个U 马普尔对此感到一头雾水 这听上去跟案件并无太大关联 紧接着 他不无八卦地告诉波哥 对方在熟睡中 嘴里一直呼喊着一名女孩的名字 波哥不好意思地询问马普尔 自己喊得是不是蓝小姐 没想到 马普尔却告诉他 不 你呼喊的是莉莉的名字 波哥听闻此言 不禁有些正冷 当天晚上 丽叔再次将兔先生 老牧师夫妇 唐医生兄妹 波氏姐弟 巴顿奶奶 以及马普尔小姐 邀请到家中做客 丽叔举行此次宴会的目的 是想让自己的两个儿子 在众人面前展现一下歌喉 以此在街坊邻居面前表现一下 自己在妻子死后 曾未放弃对两个儿子的教育 丽丽本来不想参加这样的无聊聚会 但波姐在从马普尔口中 得知弟弟的心意后 特地将莉莉精心打扮一番 然后拖到了宴会上 想要促成弟弟和莉莉的恋情 然而 当莉莉闪亮灯场时 唐医生的妹妹唐妹见此情景 嫉妒心立时发作 忍不住阴阳怪气地损了莉莉几句 莉莉在羞愤之下 跑去了屋外 波哥见状 赶忙追了上去 两人离开后 绿书家两个儿子的歌唱表演 也就此结束 巴顿奶奶趁此机会 向邻居们辩解了几句 声称 自己既不是游记匿名性的寄信人 也不是杀害女仆的凶手 不料他话音刚落 兔先生接过话茬 向众人抖了一个猛料 原来 龙上校确实是影诞生亡 死前还给兔先生留了一封遗书 且慢 龙上校为何唯独要将遗书留给兔先生呢 对此 兔先生旁敲侧接地解释了半天 众人才搞明白 龙上校跟兔先生居然是一对情侣 不过两人起初只是彼此心存爱慕 在龙上校的夫人去世之前 曾未有过越轨之举 直到龙夫人撒手稀去 龙上校才开始跟兔先生秘密交往 尽管龙上校从未对不起王妻 但她收到了匿名性的内容 还是深深地刺激了她 最终致使其隐淡自信 可见肥短流长 有时候却能成为杀人之刃 兔先生的这番言论 浇灭了在场所有人的八卦之魂 然而 第二天一早 匿名性风波再起 这一次的收信人是绿书的家庭教师 蓝小姐 寄信人在信中 指责蓝小姐不知羞耻 长期赖在绿书家里不肯走 明显是打算成为新一任的绿太太 而蹲守在妇女协会的警员 终于抓获了一名嫌疑人 此人是唐医生的妹妹唐妹 唐妹果然是用妇女协会的打字机 给蓝小姐打了一张信封 不仅如此 警长还在唐医生兄妹的家里 找到了一些被捡得坑坑洼洼的救赎业 唐妹随即被当成嫌疑人抓回警局 但她在面对审讯时 始终大喊冤枉 唐妹承认自己给蓝小姐写过匿名信 但拒绝承认这封信跟其他匿名信有关 唐妹这么做的目的只是想浑水摸鱼 以此逼走蓝小姐 因为她一直默默深爱着绿书 此前 唐小姐将寄居在波哥家里的莉莉宽回家 其实也是为了不给绿书和蓝小姐创造机会 至于家里的破损书页 唐妹声称自己不得而知 马博尔小姐在听完唐妹的辩解 基本在脑海里已锁定了凶手 当天下午 她找来莉莉耳语了几句 回到家后 莉莉就向养父绿书勒索一大笔钱财 并指证绿书就是杀死母亲的凶手 绿书听了这话 顿时脸色骤变 她先是接受了养女的勒索 而后在当天晚上 又在莉莉的牛奶中加入了安眠药 谁知 莉莉喝完牛奶昏睡过去之后 绿书直接将其抱到厨房 接着打开了煤气 应该是打算伪造出 莉莉不小心中毒身亡的假象 危急关头 警长带着马博尔小姐和波哥 将绿书抓了个正着 随后 马博尔当着在场众人的面 说出了自己的推理 其实 警方和马博尔此前陷入了一个思维误区 他们都以为 邮寄匿名性的人是一名女性 因为只有妇女协会的成员 才会长期进出协会办公室 并能使用这台打字机 可实际上 还有一个人会使用打字机 这个人就是将打字机 捐赠给妇女协会的绿书 早在绿书捐赠打字机之前 他就布了一个杀局 希望以此杀死一个人 这个人不是别人 正是绿书的妻子绿沈 为此 绿书使用了中国36级中的经典计谋 树上开花 在全镇的居民中制造了一场匿名性风波 而他真正想杀的人只有绿沈一个人 龙上校的自杀给绿书的计划增添了便利 绿沈愈害当天 绿书直接将情话物投放在他的杯子里 并在现场扔了一封被揉咒的匿名信 和一份惨破不全的遗书 让人误以为性格高傲的绿沈 是在收到匿名信后 想不开自杀身亡 家中的女仆之所以会被杀 不是因为这姑娘看到了寄信人 恰恰是因为她没有看到寄信人 既然绿沈死亡当天 没有人给绿书家中送信 那么这封信就只能是来自家族内部 女仆也是过了好几天 才想通了其中的要害 但她还没来得及告诉警方 就被绿书杀害灭口 唐医生家余下的破损书页 显然也是绿书的栽赃嫁祸 为了确认自己的推理 马伯尔跟莉莉设了一个局 最终让绿书露出马脚 如前所述 绿书对这场杀人计划策划已久 至少早在捐赠打字机给妇女协会 她就想好了自己的杀局 并为此提前用这台打字机 打印了小镇上每一个居民的信封信息 波哥和波姐收到的匿名信 原本是绿书打算邮寄给巴顿奶奶 在波哥和波姐搬来小镇后 绿书才在原来巴顿奶奶的信封上 修改了一个字母 顺手将巴顿奶奶的姓氏巴顿 改成了波氏姐弟的姓氏波顿 从而留下了破绽 此外 这场杀人计划中的另一个破绽 就是绿婶留下的那封遗书 试想一下 如果绿婶想要自杀 何必将遗言写在一张破旧的纸张上呢 这封遗书其实是绿婶平时写的辩条 结果被绿书撕掉一部分 当成了遗书 这是马波尔在波姐给波哥留的字条上 洞悉的真相 至于绿书的杀人动机 说起来也算简单粗暴 他弄死妻子的目的 只是为了给蓝小姐挪位置 绿婶整天呜呜呱呱 什么八卦都能传来传去 并且还不想离婚 为了跟心爱的人在一起 绿书终于对妻子痛下杀手 不过可悲的是 蓝小姐尽管常年在绿书家里走动 但她从未对绿书有过任何好感 唯有终身未嫁的情感大师 马波尔小姐深知 蓝小姐倾慕的对象 即使是刚搬来小镇不久的波哥 只是波哥此刻的心上人 已换成了莉莉 因而她在案件结束后 直接婉拒了蓝小姐的求爱 跟我们前几天讲解的《畸形屋》一样 这部《魔手》也被阿加莎本人 列为了个人最喜欢的十部作品之一 其他八部分别是 我们已经讲解过的 《无人生还》 《罗杰遗案》 《东方快车谋杀案》 《谋杀起事》 《无尽长夜》 《零食》 《无望之灾》 以及我们尚未讲解的《死亡草》 喜欢此类作品的小伙伴 别忘了点赞加关注 下期见